看我后面的这个小院子里面 有两种呢是非常直立的植物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紫色的 还有后面一个一串一串的 今天我们就讲后面那个一串一串的话 它叫毛地黄 它现在正在上放哦 看这一排 这里是三颗的毛地黄 为什么可说 看起来不像是只有三颗呢 这是因为毛地黄呢 除了一根主干之外呢 它边上还会长出很多的芽来 这个小芽呢也会形成一串一串的 这样直接往上开花 只不过呢小芽呢 就长不了那么高 开不了那么多花 但是也非常的美啊 然后你看我这里是三个花色的 然后那旁边还有一个花色 总共是四个花色的 分别是呢 这种蛋黄色 肉粉色 那个是淡紫色 那个是深紫色 不是紫红色 像一串一串的小喇叭一样 不是小喇叭 是小舌头 一串一串的小舌头 非常的可爱 或者说是像猪肚子 一串一串的猪肚子 开在这个花园里面 说起这个毛地黄啊 就不得不说花园的三剑客了 说到花园的三剑客呢 其实就是说 这种线性的 质地性的花财 像这个毛地黄 还有一个之前咱们讲过的大花飞燕草 还有一个雨山豆 这三个嘛 我都是有种植的 只不过我的雨山豆 现在还没有长出来 还没有开花 长势已经长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 我的雨山豆怎么样了 这中间这一棵 绿油油的草呢 就是我的雨山豆 它还没有开花 它就是船上中 一棵植物 就能够长一个平方的那种 可能我这个还不够肥沃吧 还没有长到一个平方 连半个平方都没有长到 然后这个大花飞燕草呢 都已经快要开拜了 昨天我同学来说 我这棵大花飞燕草 就像个塑料花一样 像假的 他说叶子这么少 花居然有这么高 这么大 肯定是假花 非常的有意思啊 大家看一看是假的吗 摸一摸 肉粉粉的 这近距离看 特别美哦 很精致啊 这个小花 这是我唯一见过的 花能够开出 这个纯蓝色的 看在我这个 线性植物的衬托下 我其他的花 都是这种小可爱 显得特别的高低 错落油质 现在连月季 都快开放了 大家看 这个鸭脖 香的哟 好了 我们今天的 毛地黄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